我們說台電總經理請辭背鍋 我們看得出來這個總經理好像越來越像是為了民進黨錯誤能源政策所背鍋的總經理 但如果說錯誤能源政策不改的話 再換100個總經理都不濟於是 台電是不是悄悄的修改了你們停電跳電的次數的認定標準 以往就我們的理解是只要跳電停電一分鐘都算是跳電停電 但是是不是在你民進黨政府上任之後 你們悄悄修改了把停電跳電的次數認定至少要一分鐘以上 所以次數可以達不降低 第二次數是一個部分影響的層面才是重點 台電從2017年2021年2021年2022年總共五次全台大跳電 影響的人數500多萬戶400多萬戶100多萬戶30幾萬多戶以及549萬戶影響層面之果 與其在美化表面帳面的數字 我們更要說人民實際的感受以及真實的狀況 這才是現在台電左支右處的能源政策 以及是不是真的電力不夠了 才會發生那麼長頻繁的一個跳電狀況 台電我們要求新任的賴清德總統以及即將接任的經濟部郭部長 出來跟國人說明清楚 錯誤的能源政策要不要檢討 這一次花蓮403的震災這是一個高達7.2級的大地震 台電投入了6500人次 在每一個最辛苦的最危險的現場緊急的來修復 所以請給掌聲不要給罵聲 我們看看國民黨這是一個有計謀的操作 他們不用專業問題來討論電力專業 只用政治口水來潑髒水 他們要的政治意圖是什麼 第一個把國家政策的綠能政策打成錯的 要去曲解我們已經走在正確的道路上的再生能源綠能政策 國民黨又要來擁抱核能 這一些計謀都是為了讓他們可以遂行 核能復辟的政治意圖 剛剛早上台電王總經理的記者會 他留下了男兒淚 這幾天台電工會的同仁 團結一心挺一個會做事會領導的王總經理 這些溫暖的聲音 我們終於留下了一個傑出的台電總經理 但是未來呢 如果在野黨這樣子的政治操弄不改 再多個優秀的王總經理 真的都不一定能夠有信心繼續貢獻社會服務台灣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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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